周一中午收盘 大盘上午逼空上涨 而且放大量 并且你看 北上资金净流入 一个上午又超过了 一百二十几个亿 这是净的呀 那你看这里大的权重指标股 有一大票 你像石油啊 还有煤炭啊 这些东西还拖累了指数 包括这个资金矿 你看这些东西拖累指数的前提之下 大盘还涨了这么多 那你再来看这儿 成交量一个上午八千亿 这都是相当于过去一天的成交量了 放了这么大的量 那现在是不是这一波真的上涨了 我们再来看这儿 你瞧 大盘突破了年限 就是前年这个年限呢 就是这里 这不是突破了三千零八十九点二六 这就属于成功站到它的上方 那上升通道 现在仍然按照上证指数的大一浪来看 可是其他指数可不这样 你看这个 深层指 这不是出现了回调吗 再来看这个创业指 创业版这不也是出现了回调 再来看科创版 这不也是出现冲高回落 那他们都是走的三浪 而上证指数不是这样 上证指数 如果这么看一浪上涨 二浪横盘 三浪上涨 这可不可以啊 这当然可以 不过古邦不这么数 我仍然按照大一浪来看 因为这里第一点在不断抬高 它仍然在上升趋势当中 所以呢 在我这儿仍然看一浪上涨 只不过这个一浪上涨的 有点牵强 因为这里横盘时间太久了 将近两个月的横盘 那么接下来再往上一涨 会面临什么 现在不用再往上涨了 现在已经将近3120点附近 就这个位置 大盘日线周期 已经出现了顿化 稍稍一涨 再一回落 那么这里不就是一个 顶背离日线级别的结构吗 顶背离结构预示着啥呀 这不就预示着要回调吗 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 有几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 指数之间不协调 你看上涨指数 一骂创新高 高高在上 而深层指出现了回调之后的上涨 还没突破前级高点 创业板离着高点还远的呢 尤其是科创板 你看科创板是不是在下面还很多呢 所以这个位置 四大指数 它们之间不协调 那么我们再来看另一个 今天涨得最好的 和最近这些天涨得最好的 就是恒程指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连扬 而且是这种快速上涨 从这儿 第一点 九毛六 到现在突破 那这种突破上涨 是不是有效 当然有效啊 只不过它是打到了长期趋势线 获得支撑之后 快速上涨 那么现在我们看明白了 现在港股也好 还是我们内陆 现在已经被外面看作成是一家人 不再像过去 港股是港股 这个A股是A股 它被看成两家 现在AH看成一家 尤其是现在外面呢 打我们的A股 它现在不是好好打 它主要先打港股 你看最近啊 把港股打的 是不是体无完肤 如果再往前面看 打的是不是跟这个孩子够惨 那么现在港股跌的可真是不少了 照这样看 港股的反弹呢 可能跟咱们的上面是有关系 但是咱们在这呢 不便常说 我们就提一嘴 现在A股的四大指数 上升指数 深层指 创业版 科创版 都弱于港股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 不单单要看咱们内陆股了 更主要的还要看港股 如果港股能持续上涨 那大A也没问题 那么这样北上资金呢 这不是也是没问题吗 就是我们现在呢 是两头做多 双线作战 所以说现在呢 一旦要看到港股要是出现回落 那么我们就需要小心 说的重点就在这 那么如果按照A股 以上证指数来说 这个位置会不会出现大幅回撤呢 尤其是现在又面临着一个日线级别的顿化 日线级别要是回落的话 假如明天或者是下午回落 那这个位置呢 就会出现一个顶背离结构 这个位置顶背离结构 那不是什么好消息 因为现在马上要进入到五月了 有人又说五穷六绝七翻身 把这个话又拿出来说 但是真是事过境前 到底能不能出现那个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我们这呢 古邦给出一个策略 这个位置就像跑赛一样 我们要往前跑 但是往前跑的同时 不要忘了前面是有障碍物的 我们是要碰到障碍物 有能力的呢就跳过去 没有能力的呢就绕过去 总之我们向前跑的同时 一定要看好前面的障碍物 如果这个位置就跳不过去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什么是跳过去呢 跳啊上去下来就得折腾 那么这个位置我们千万要记住 如果不扛磕腾的 也就是不扛折腾的 在这个位置 那么可得注意了 假如要是再上涨 有一部分东西真的要落在未安吗 是这样 因为如果真的要是冲高回落的话 它要是回落起来 那速度会不低 会很快 更主要的呢 咱们说的就是四大指数之间不协调 你看上升指数跟创业板 甚至跟生成指是不是都不一样 尤其是科创板跌的更多 如果他们之间要是协调了 一起想想看 那还能不错 除非有一点 就是上升指数呢 以大权重大指标 可能未来就慢慢的抬轿子 也就是在这 他们大抬小盘股唱戏 就是大盘股呢 涨跌互线分化 不太涨了 另一些东西呢 在涨 就像今天的煤炭啊 银行啊 石油啊 包括就这些东西 什么紫金矿啊 就这些东西呢 不太涨了 然后其他东西涨 你等过一天 过两天 其他东西不涨了 这些东西在涨 就是看上去指数 在这儿没太变化 就是没太大小的 没太变化 可是 他们已经出现了 就是滞涨 就是在这个位置 指数 上升指数滞涨 其他的像山城纸啊 创业板的 科创板 他们在涨 这不就叫大盘鼓大台 小盘鼓唱戏吗 那么就刚才我说的 那个就尤为重要 就是我们向前跑的时候 不要忘了 前面一旦出现了什么东西 我们得往回撤一下 重新再拐过弯搞 好 总结最后一下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又涉及到持股 和持臂过节的问题 燃交五日线上涨的 甚至十日线 也没有跌破的 这不就是上升趋势吗 持股待涨 持股过节 那么剩下的就要看住了 北上资金 能不能持续往里冲 另外再来看 风向标880472 就是牛市的骑手 券商 能不能号令天下 继续向上涨 如果他们又是出现回落了 那大盘在这个位置 尤其是上升指数 很有可能呢 就拉倒了 那么这个位置 仍然看一浪上涨 真正的二浪回调 现在还没开始 如果要是牵强的认为 这个位置就是二浪的话 我感觉到这个位置 是有点牵强 那么我们的做法就是 别骑胜不顾家 看着往前冲 是不假 但是也得知道 万一出现回调 一旦要是跌破了 快速上涨的五日线 慢速上涨的十日线 我们也要做出一个 简仓的动作 好 喜欢股帮的加关注 大盘逼空上涨 成交量放大 而且我们看的是外面的 港股在那七连羊 一旦他们要是出现 冲高回落 是不是我们得小心 好 下午收盘见